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就对重庆开始了持续六年十个月之久的间歇性的无差别轰炸 1940年5月初 日本侵略军大本营指示日军中国派遣军 自今日起实施空中进攻作战 以此磋伤中国抗战意志 接到这一指示后 日军中国派遣军立即命令第三飞行团与海军协作 筹划轰炸重庆等城市 日军分别以山西运城和湖北汉口为基地 派遣轰炸机轰炸大后方城市 从5月2日开始 日军把轰炸重点转向重庆 每天分两到三批 连日轰炸重庆 在轰炸重庆的过程中 日军不分前线和后方 也不以军事目标为主要对象 对重庆的居民区 商业区 文化区 进行残暴的全方位 无差别地毯式轰炸 在连续三个多月的轰炸中 因国民政府迁都 而一度防滑的重庆市区 到处残垣断地 夺警报与钻防空洞 几乎成了重庆市民的生活常态 除了常规炸弹 日军还投放了大量燃烧弹和毒气弹 大火连日延烧 民居 商场 甚至文化古迹都被大火吞没 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到处都可以见到 在轰炸中丧生的百姓尸体 日军连续的大轰炸 给重庆市民心灵 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 在此之后 日军又发动了102号作战 制造了65隧道惨案 仅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 短短近三年时间里 日军飞机就对重庆城区进行了80多次空袭 供投下各种炸弹近万枚 其次为梁山县 日军空袭20次 投弹近3000枚 再次为万县 日军空袭19次 投弹1000多枚 另外 在福陵凤桂 河川 乌山 南川等地 也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轰炸 在日军轰炸中 共有一万六千多人死亡 就在这种情形下 愈炸愈勇 愈战愈强的标语 在重庆随处可见 重庆人民为抗战 捐款捐物的热情 也异常高涨 日军残暴的轰炸行动 无法让英雄的中国人民屈服